今天是耶稣受难节 让我们一起思想 耶稣为我们罪人死的意义 其实十字架是让我们最清楚认识神的 十字架把神爱的高峰完全表明出来 耶稣的死让我们体会到神最深的爱 也同时让我们明白 神是何等厌恶罪 罪的刑罚又是何等的可怕 因为神又是爱又是公义 所以祂的爱也不会妥协祂的公义 因此为了满足神的公义 又彰显神的爱 神本身就为罪人死 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 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 因为祂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今时显明祂的义 使人知道祂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这里说到耶稣流血是为了显明神的义 而祂愿意救赎罪人 饶恕凡相信耶稣的人 这也显明了神的爱 因此透过十字架 我们不仅看到神的爱 也意识到神是何等认真严肃的看待罪 往往人只要没有太过离谱的罪 一般都不觉得自己的罪很大 也不认为罪会有多严重的后果 但当人看到神在十字架上 是如何毫不留情的对待神自己的独一儿子 那位担当世人之罪的主耶稣时 才会意识到神对罪的恨恶是到了极点 对罪的刑罚也是如此的不能通融 换言之 十字架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的罪是何等严重的得罪了神 也让我们知道神的爱是到何等伟大的程度 神为了打破罪的势力 来拯救我们 叫我们与他和好 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独一的爱子耶稣 这是最高的爱了 其实耶稣死是为了引我们到神面前 正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的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 按着肉体说 他被治死 按着灵性说 他复活了 耶稣还为代替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之前 我们是离神很远的 但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受苦 神才会饶恕我们的罪 与我们和好 以致我们不用承受永远与神隔离的审判 那神的爱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激励呢? 首先因为耶稣在我们还与神为敌时 就为我们死了 所以我们知道祂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 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来赚取救恩或是让神爱我们 因为我们什么都还没做也不能坐实 神就已经爱我们了 因此福音让我们知道 神是视我们为何等宝贵的 以致神甚至愿意舍己来救我们 这不但叫我们对神深发感恩 也叫我们要在主里看重自己 而看重自己不是指可以骄傲 乃是因看重自己 那被基督赎回的生命是尊贵的 所以不要再被卑贱的罪恶捆绑 乃要追求与蒙昭的恩相称 所以爱也是有代价的 神付何等的代价 反映了祂何等的爱我们 借着神自己设下的榜样 我们就知道 若我们声称我们也爱神爱人 那我们的爱也当是付代价的爱 才算是真实诚恳的爱 耶稣的真爱使他愿意在十字架上牺牲 我们若爱神也要忍耐地跟从主 走载路 有时我们要在这不信基督的世界里 持守信仰立场 确实不容易 我们要爱不可爱的人也不简单 要我们拒绝试探 而行神要我们行的善也会有挣扎 但如果我们爱神 便会愿意进到这样的属灵征战 竭尽所能地顺服神和爱人如己 然后耶稣牺牲的爱也在我们苦难中 给我们力量 人在遇到苦难时 难免会气馁无力 甚至会埋怨神 为何允许我们面对这么大的苦难 但当我们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 所忍受的痛苦和羞辱 我们便无法再埋怨神了 人类的痛苦很多都是因人的罪而来 但耶稣是无罪的神的儿子 却要因着我们的罪 而受这样残酷的刑罚 而如果耶稣曾为我们经历这样大的痛苦 那他也必然在我们的苦难中 能体恤我们和扶持我们 所以最后 耶稣牺牲的爱必要给我们确定的信心 耶稣的死让我们对神坚定的爱不容置疑 因此我们可以相信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当然最后 我们知道耶稣的死不是结局 他最终是荣耀的复活了 他的复活代表他的得胜 所以我们属他的人也可以有确据 我们最终也可以和他一同得胜 盼望耶稣的死 让我们对神的爱有确定的心 也愿意效法他 实际的付上代价 来爱神爱人